前两天有位花友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沙漠玫瑰长得非常脂肪燕貌 能不能给它修剪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 自己的沙漠玫瑰脂肪燕貌的话 千万不要修剪 因为沙漠玫瑰一年能开两次花 那么接下来9月份10月份 就是沙漠玫瑰的花期了 所以说大家的沙漠玫瑰脂肪燕貌的话 这个时候赶紧给它补充高磷肥 那么我们给沙漠玫瑰补充高磷肥的话 有两种 一种是长效肥 长效肥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磨肥 这种磨肥它的零年素含量比较高 而且用一次可以长达一年时间 我们取消在盆的表面给它撒上一圈 就完全足够了 而且最重要是它不会烧根 那么第二种就是水肥 也就是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因为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它可以促进生根 让根系更发达 同时又可以给沙漠玫瑰 补充大量的花苞所需要的营养 有些话有可能说 会给它喷洒零酸二金甲 当然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控好比例 因为使用零酸二金甲之后 如果把控不好 叶片很容易会出现肥害 出现一些斑点 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大家把握不好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磨肥 还有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完全不会担心它烧根 我们需要等到土壤干透 以后再给它用上营养液 一年追食一次磨肥 就完全OK 就能让它一年改两次化 大家切记不要修剪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